林妙可在17年参加艺考的过程一直备受关注 据了解林妙可分别报了北电中医中系和南医 但是落选了两所 只有中系和南医进入了副市 而就在林妙可被公布落选北电后 一时间抹黑林妙可的各种指责和谩骂甚嚣尘上 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 其实很多考生一考时都会报多所学校 但因林妙可是明星考生 因此特别受人关注 对此林妙可的妈妈刘女士回应称 请大家把女儿当成普通考生来看 不要过分指责和谩骂 为了稳当起见 女儿参加一考报考了多所学校 有通过有不同过很正常 但是过度炒作却不正常了